大家好,很多朋友在家煎鱼,不是粘锅就是破皮,其实是有方法和技巧的。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煎鱼的小窍门,不管煎什么鱼,保证你煎出来都不粘锅也不破皮,色泽金黄又人,方法简单又实用,一圈三连求个关注。 今天去菜市场买了一条新鲜的扁鱼,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都叫它武昌鱼,现在是8块钱一斤,这条扁鱼花了10块钱,买回来之后,里里外外全部都处理得干干净净。 下面用剪刀把鱼鳍剪掉,鱼鳍也是鱼腥味的来源,把鱼尾巴给它修得更漂亮一些。 下面把鱼身上打上花刀,这样是鱼各样的入味好吃。 鱼的两面都划上刀疤,因为鱼背上面的肉比较厚,处理好的五汤鱼放在一个大店的碗中,下面往鱼身上撒入500粒食用盐,多放点姜丝,还有葱炖。 下手抓住葱姜汁,葱姜汁抓出来之后,涂抹一个前身。 正面反面都涂抹均匀。 下面把这些葱姜放到油肚子里面,放一旁腌制15分钟。 接下来的时间,准备一个葱,先切成对儿,切好之后,装盘备用。 再切入几个姜片和葱葱放到一起。 准备几个大蒜,用刀背把它拍松。 拍好之后,装到盘中。 喜欢吃辣的,再放入两个干辣椒。 下面准备一个青菜洗干净,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 我们做鱼的时候,放入青菜,非常的肉味好吃,鱼肉一点也不腥。 切好之后,装盘备用。 这时候鱼也盐好了,把里面的葱姜取出来。 接下来找一个干净的厨房纸巾,把鱼全身上的水都给它斩干净。 这样我们在煎鱼的时候,油都不会煎到脸上。 两面都擦干净。 鱼肚子里面也要擦干净。 接下来这一步,也是煎鱼不破皮的关键一步。 往上面薄薄的撒入一层生粉,把它抹均匀。 两边同样的薄薄的抹入一层。 抹入生粉,这样能锁住鱼皮里面的水分。 接下来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。 准备一口铁锅,倒入一勺豆油。 大火把油烧至,先把锅端起来,滑动一下。 这也是我们在煎鱼不粘锅的关键步骤。 锅滑透之后,把里面的热油倒出来。 再往里面倒入一勺凉油。 下面把这一条鱼放进来。 放进来之后,不要着急翻弄它。 把锅端起来,把鱼先煎至底面定型。 大概煎上120秒。 这时候,底面已经煎至定型了。 把它端起来,翻弄一下。 底面煎至金黄,用铲子把它翻过来。 哇,特别的漂亮。 大家看一下这个鱼皮,是不是一点都没破。 这时候,用同样的方法,把鱼的另一面也煎至金黄。 煎好的鱼,先放到盘中。 大家看一下这个鱼煎得怎么样。 色色金黄,一点都不破皮。 用起锅,倒入少许少许少油。 再放入一勺猪油。 这样做出来的鱼肉,又香又嫩。 热油,倒入少调。 再次爆出香味。 炒香以后,青菜放进来。 放入一勺红油豆瓣酱。 再次翻炒均匀,炒出红油。 炒好之后,往里面加入一碗凉水。 下面调味的时候,倒入适量的生抽。 老抽酱油适量提色。 蚝油,胡椒粉去腥增香。 鸡精。 料放进去之后,把煎好的鱼放进来。 大火烧开以后,把这个汤汁往鱼上面淋一淋。 这样让鱼肉更快的吸足料汁。 光级放入白糖了,现在放入。 盖上盖子,开小火,炖8分钟。 时间到了,打开看一下。 哇,鸡肉放得香呀。 这时候鱼肉炖呢,也吸足了汤汁。 想办法,先把鱼盛出来放到盘中。 接下来用漏勺,把锅中小料捞出来。 倒入一点花好的淀粉水,勾勾勾的芡。 把汤汁收至粘稠,关火。 下面把熬好的料汁往鱼身上一浇。 上面撒入蒜苗丁点缀。 美味鸡成。 单上桌就可以和家人美味大享用了。 按照这种方法,做出来的鱼一点都不粘坡不破皮。 看一下里面的鱼肉。 鲜内洁白,入味不腥。 每次我家里来客人,都会坐上这道拿手菜。 翻上桌,客人吃过都夸赞。 全家人都爱吃。 里面的汤汁用来拌米饭,一点也不浪费。 去饭店要一份这样的鱼,需要几十块钱。 我们自己在家做,成本只需要十块钱。 喜欢的朋友,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。 好了,今天为大家分享鲜鱼不粘锅不破皮的小技巧,你学会了吗? 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美食。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留言转发加关注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 再见。